为在简安湘海岸路上的保胜工 在主任委员江里国热心号召之下 今年首度任养五十盏的路灯 乡长游淑珍特别颁发感谢状 感谢保胜工全体委员 还有信众大德的善心 他也表示乡公所会客气职责 落实各项优化社区的休息环境 来完善居家的出入安全 为在简安湘海岸路上的保胜工 在主任委员江里国热心号召下 今年首度任养五十盏路灯 简安湘长游淑珍特别颁发感谢状 感谢保胜工全体委员和信众大德的善心 保胜大地慈悲 公庙的信众大德有爱 开启点亮每一盏平安的路灯 照亮我们乡亲 在夜间回家的路 再次感谢保胜工 是我们依神的一个慈悲 谢谢江主委跟我们所有的信众大德 大家五千一千五百 这样子的一个捐助 汇聚了五十盏五万块的捐赠 在简安的平安路灯 我相信这都是信众大德的爱 在这里简安相公所 限出满满的感谢之外 更邀请乡亲好朋友 在每一个回家的路上 我们看到了平安路灯 也能够开启自己的一个善念 同时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因为在极安适性宜居 快乐的一个安全环境 有大家来共同的维持 我相信这也是友善的正寻丸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极安的美好 平安健康 简安相全乡有路灯一万两千多盏 每年的电费支出和维护费用高达两千多万元 非常需要企业、社团或者是个人来爱心任养路灯 而一盏一年的任养费是一千块钱 有医院的民众可以向简安相公所建设客来洽询 借旅会前相报道